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这两个人 两个男人站在女人的身体上 然后跟乌玛成为了一个在好莱坞有名的铁三角 三个人拍的片子 那哈维做制片人 昆廷做这个导演 那乌玛做这个女主角 肯定挣钱 有房子有地的 结果这个铁三角崩了 崩盘的原因呢 乌玛要找回自己的尊严 展示自己内心中多年来的痛苦 而这个基础按照乌玛的话呢 就是他已经是个黄脸婆了 这些男人再找女人 不会再找到他头上了 所以让我个人挺感触的 因为在我昨天做那两期节目的时候 在网上找一些照片 我在节目里分享了一些照片 在网上找一些照片 从照片上你可以看出 那乌玛跟这两个男人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那那两个男人应该是哈维比他年龄大很多 那一个女人以他自己的美貌 那乌玛在年轻时 我看他在报道中都说 少有的那种漂亮的少女啊 怎么怎么样 是这么评价的 乌玛从19岁 18岁 19岁就开始出道 那走到了今天一把年龄了 他应该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那现在是单亲 看起来我看是介绍是单亲了 所以让人们 让我个人非常感触的生命的含义 生命的意义 这三个人 昆廷 乌玛 哈维 那是今天这几十年好莱坞文化 美国文化的 顶尖式的代表式人物 而我们曾经看到的顶尖式的代表式的人物 包括什么沙斯比尔一二 包括黑色追缴令 黑色通缉令 这都是被人们百看不厌的电影 包括被解救的江戈 这是昆廷拍的 这些百看不厌的电影到今天 我们看到了他背后的故事 真实的故事 电影上颂扬的一切跟真实的东西 有着相当大绝对根本性的冲突 而这个冲突呢 又集中在人的生命品质上 所以这是让我感触的 而这个女 一个女人 乌玛 一个漂亮的女人 当她走过了漂亮 她 这话很难说 是她最特别的年龄段之后 当她成为他人之母 在回视自己走过的生命之路 和自己内心中无法宣泄的那一份痛苦的时候 变成了以复仇女郎的方式 向两个男人复仇 而这一份复仇到底代表了什么 不好评价 我觉得不好评价 因为一个女人天生就是弱势的 在这样的问题上就是弱势的 所以当她以复仇女神的形象出现的时候 今天我们看到就是metoo 对吧 可是一个弱者 在这种社会环境中 营造的这种价值观 让今天真正有思想的人 其实是值得甚至的 如果说人走向崩溃的话 其实那好莱坞曾经的铁三角和玄绕的一切 我自己今天那节目中讲的不太好听 我说是有权势的男人 踩在了女人的胸上身体上 下身上 然后悬要出 却去送养着女人的美 下流 龌龊 肮脏 邪恶 因为她的基础 却全在欲望上 可是她送养的内涵呢 总要去送养所谓人精神层面的东西 而人精神层面的东西 却是本该隶属于人的灵魂 可是却在他们的眼睛里变成了 变成了一个肉欲基础上 任意欺骗他人的一个要素 很可悲的 非常可悲的 那同等 现在在中国 今天国务院跟中共中央发出了 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这个东西是共产党的 专项斗争 没有法律 没有司法 没有律师 什么都没有 就抓干 对吧 这是真正 这是共产党的东西 所以 而这个时间在过年前 而往常周永康在的时候干嘛 周永康在的时候叫扫黄打飞 薄熙来在重庆叫唱红打黑 习近平叫扫黑除恶 除恶 所以这里面 他的不一样的方向 扫黄打飞 完全是对的老百姓 完全对的老百姓 扫黄 剃头的就是洗脚 那很多都是黄龙 所以他表面上是为了家庭的恩爱 但是在建立在一个无神论的基础上的人 只有肉欲成为了他生命的一种表现 可是呢 你我俩来 他没有说那是黄色的会影响人 可是是他们摧毁了人的生命的灵魂之后 共产党呢 摧毁了中国人的生命灵魂之后 把人逼到了肉欲的绝度上去 在生命理念上 反过来他又争死你 你看狠不狠 非常狠 唱红打黑 薄熙来的唱红打黑 那很具有光二代 红二代 所以唱红是唱到他自己 红色的家庭 打黑跟他自己 不是红色家庭都是黑的 你能解决不是红色家庭都是黑的 所以薄熙来是真正毛泽东是的 因为在唱红打黑中他杀人 那结果新近平今天叫扫黑除恶 扫黑除恶 扫黑除恶呢 扫黑是给除恶作为衬托的 所以他的真正的观点是背后的恶势力 恶势力是他说的 结果他拿了八项东 举出了八条 人民日报海外吧 公布叫什么学习小组 公布了八类黑势力 黑恶势力 所以首先我们大家说明白 这个不在这不在法律上的 这肯定不在法律上 所以那在也就是在习近平 三月五号两会人大开会之前 他在充分利用着他今天共产党的权力 在全社会引起 在做事情 充分利用在十九大 在这个三中全会 在对不起 在这个人大开会之前 第一个黑势力 把持基层权 政权 操纵破坏基层换界选举 垄断农村资源 侵吞集体财产的黑恶势力 这肯定是官 对吧 这是村官 县级以下的 县市级以下 地区以下的官 这是指的很清楚 所以基层换界 操纵还选举 垄断农村资源 那你这个都算了 侵吞集体财产 所以这是完全是对农村去的 这个非常清楚 对县市一级的 县官吧 这是非常 我觉得这是很清楚 这是一类上来先打的基层的官 打基层官 获取民意 这是肯定的 来稳定农村地区的民意 第二个是利用家族 宗族势力 横行乡里称霸一方 欺压残害百姓的村霸 等黑恶势力 那这个 同样 这是非常 这是对农村 黑恶势力 你看到都 现在前两条都是农村 对吧 都是农村 那他打的都是村官 这是没错 第二条直接打的是村官 那村官里面的家族势力 宗族势力 当家的本家呢 他都叫黑势力 第三个 在征地 租地 拆迁 工程项目建设等过程中 煽动闹事的黑恶势力 这个就比较含糊 那这里牵扯到强拆 这里整个讲的是强拆当中 煽动闹事的黑恶势力 这同样 那在网上我们看到太多的是强拆中 对这个老百姓的欺掌 对吧 所以这是 这是 还是去获得 完全获得民意 是针对罪地方的 这里包括开发商地方官员 经营商 这个都包括在其中了 所以是直接 在底层老百姓中 从底层老百姓手里获得 土地的人 与暴力的方式 第四 在建筑工程 交通运输 矿产资源 渔业捕捞等行业领域 强揽工程 恶意竞标 非法占地 烂开烂采的黑恶势力 这个范围就比较广 因为他讲说揽工程 恶意竞标 非法占地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背后有着势力 这是没错 这是背后有着势力 来的 去揽工程 对吧 无论交通运输建筑 这都是揽工程的 他讲 非法占地 烂开烂采 所以这是一个 直接干扰政府运作 靠势力 干扰政府运作 干扰政府管理的 他要打掉这些 这个跟老百姓的关系 稍微有点脱节 那这是官与官之间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被这些势力伤害的人 是正常的地方官员 但是呢 这个地方官员呢 在任何一个项目中 却惹不起那些人 是这么来法 第四个 第五个 在商贸集市 批发市场 车站码头 旅游景点等 七航坝市 墙买 墙卖 收收 收保护费 市坝 行坝等 黑恶势力 这是黑社会 这个是黑社会 所以黑社会的势力 就不好说 比较复杂 就是他也可能是官 他也可能不是官 他也可能是地痞流氓 对吧 但这个东西 当他清脚的时候 还就像习近平吃包子一样 这是获取民意的 因为在集市 做小买卖的 车站码头 扛脚的 做小买卖 都是这些人 做小买卖 讨个小生意 对吧 而会有人 问他们讨钱的 而这讨钱的人 有流氓 有地痞 有山寨 有山贼 有村贼 有什么都有 所以这个是黑社会的 这是黑社会 第六 操纵 精灵 黄赌毒 等违法 犯罪活动的 黑恶势力 这个就很有趣了 那个东西是违法的 黄赌毒 都是违法的 那操纵 精灵 就是违法的 应该是法律 所以当他 当成黑恶势力 去打的时候 是党中央下的命令 是国务院下的命令 那里面就超越了法律 里面就讲的 他主要讲的是 背后的 权势者 所以操纵经营 黄赌毒 那这应该是 背后的权势者 第七 非法高利贷 非法高利放贷 暴力讨债的 黑恶势力 那这个是都有的 放高利贷 放高利贷 这些是黑社会 那黑社会当中 放高利贷的 赚钱的 那这些人呢 背后可能会有官 而这些人会有 通常会有 政法委体系 其实后面 我们会看到 有着这些 都有着政法委体系 第八 插手民间纠纷 充当地下 执法队的黑恶势力 所以 这个就比较 还是 有民意的概念 而这里面 第八条 地下执法队 放高利贷 黄赌图 七行败 黄赌图 这三条 我们看到的是政法委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